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接着聊 聊什么呢 聊咱们Git Rebase这个命令 它应用的就是第二个场景 接下来说第二种应用场景 第二种应用场景 这个场景是什么呢 各位就是在咱们平时的开发过程中 或者是用Git做版本控制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这种什么 就是分支的这么一个区别 比如说之前咱们讲过 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有一个Master分支 是不是还可能再来个DV分支 对不对 那DV分支一般用于咱们做开发 而Master分支一般用于 就放咱们 叫什么呀 放咱们这个叫线上的这个版本 对吧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给大家描述了这么一个 场景 那比如说还是在这咱们有个Master分支 这是Master分支 接下来还有个DV分支 Development 然后如果第一个Master分支 假设是这样 这里边有一个版本 接下来呢 到了它这里边又有一个版本 比如说叫C2 那假设我DV从C2这里边 拆出来一个分支 拆出来是C2的部分 拆出来一个分支 当拆出来一个分支 假设我这里边写了一个 比如说C3的功能 可以吗 各位 又C3的一个版本 那么在我这个 在这个development的 这个分支的开发过程中 如果我在这个C1 就是这个Master 这个分支上面 如果我这又开发了一个 比如说C4这么一个版本 那以后 以后我们说 这个DV分支和Master分支 如果想要合并的时候 各位注意 如果想要合并的时候 那么它可能会产 就会变成这样 可能会变成这样 比如说这样写 C5 那它可能就是变成这个样子的了 对吧各位 这是咱们所知道的 就是平时我们在做开发的过程中 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接下来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呢 是这样 就是我们说过 Git Rebase 可以帮助我们 使Git记录 是不是更加简洁 对吧 更加简洁 这个 简洁 你知道啊 更加简洁 那对于下面这种情况 比如说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这有一分支 这个分支呢 在开发的过程中 如果想要合并过去了 它就会出 有了这么一个分叉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分叉 各位注意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分叉 也就是这个分叉 你不想要 那么你可以通过 Git Rebase 把它怎么着呢 把它给 它 强插到什么 强插到这个里边去 也就是没有下面这个了 没有下面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流程了 就是让咱们的提交记录 给它规并到一条 一条记录上面去 那么可能现在有同学说了 老师 那如果归到一条 这个 叫什么呀 这个流程 或者是这个提交记录 就显得没有那么详细了 对吧 各位 所以这就是你的一个取舍 如果你想让你的 所有的提交记录 就按照每次记录 都要给它保留起来 那你就用原来咱们那种方式 完全是可以的 如果你在这想要让它分叉的东西 再给它打回去 给它合并成一条 那在这儿 我们知道通过rebase 也可以把这条记录变成这样 比如说C1 然后C2 然后再接下来 比如说这个C3 再来一个 比如说C4 再来一个C5 它就可以变成是 是弄成一条线了 就可以完成这种操作 所以getrebase呢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其实有点像什么 有点是像合并 是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对各位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要想干这种事 不一定这种事 你必须要干 只不过是 如果你以后想干这种事 那怎么做呢 接下来看 我给大家操作 我们接下来 在咱们原来的基础上 再继续进行编写 来 比如说各位 这里边看 get status get log 把咱们的日志 先给它打出来 接下来就已经 现在 咱们现在是在master分支上 那么这里边是已经有了这两条记录了 对吧 OK 咱们暂且先不管 那么接下来 我比如说在这个部分 我先给它创建一个叫dv的分支 比如说get 应该怎么着来着 叫branchdv 对吧 branchdv 然后 在get checkoutdv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dv上面做开发 比如说 就按我这张图 从cr 搞出了一个dv分支 在这是不是要对它进行操作了 对不对 所以我接下来 比如说 在这里边 touch一个dv.py 好吧各位 这是在咱们dv分支里边 做了这么一个事 没问题吧 好了 dv有了 来 get log 在dv分支上面 oh sorry get add to meet 叫dv dv branch 中文打不出来了 get log 来各位 这是咱们的dv分支 是不是多了一个 像nig这个功能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再切换回来 check out回 我的master分支 在master分支 这假设我继续也在开发一个功能 比如说 touch一个master 就是py 可以吧 然后get add get commit 然后比如说这叫 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 master function 来 接下来 弄到这了 这是get log 这是咱们的master 这个分支上面的东西 对吧 各位 现在到这了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想合并 以前我交给过大家 说你get merge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以前我们用的是get merge 假设 咱们按以前那种思路 你在这里边 现在就get branch 你现在是在master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 咱们这个代码 是不是直接合并到咱们的 这个master分支上面去了 对吧 你可以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看 各位 get 我merge 我merge 一个dv 把dv 给我merge到咱们的这里边来 在这呢 就产生了一个记录 因为它在合并的过程中 我这得写上一个记录 比如说 看这 merge 比如说 merge dv to master 好吧 各位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一保存 来走 这条记录有了 那你再来看get log 现在我在master分支上 你看master分支上 有我合并的 这个相当于是c5 还有master分支上面 这个c相当于c4 还有一个咱们的 dv branch 相当于咱们 那里边的 是不是c3 对不对 好了 那这就是这样 给咱们合并起来了 但合并起来之后 你各位 你看到的可能是比较简洁 就是你说老师 这不也是一条出来了吗 那是因为现在get log 是按照这种 一条一条记录 给咱们显示出来的 实际上 你在这还可以通过这样 比如说get log 再上graph 那这样的话 它是以图形 那个流线的流程 就给我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带来看 走 各位 你看这个流程 流程是咱们接下来 最开始有了两次提交 对吧 后来呢 有了一个dv分支 dv分支在这 是不是写了点 提交了一次 然后后来我们在master 上面是不是也要提交了一次 最后他们两个 是不是在这又合并了一次 对吧 各位 最后在这 又给咱们合并了一次 所以呢 这就是在这里边 咱们这次提交的记录 以及它所显示的东西 那在这呢 各位你看 它显示的东西 可能有点多 我在这可以给大家 再来简化一下 比如说 杠杠Pretty Pretty等一个format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呢 H 它让显示的消息会比较比较少 好了 那之后我们会频繁的去用它 所以接下来 各位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目前这是按照以前merge那种方式做的 那如果现在咱们学了rebase之后 应该怎么做呢 来各位 我接下来再给你弄几个提交记录 比如说接下来checkout 咱们是在get branch 咱们是现在在master分支 get checkout回第一位 因为现在咱们第一位分支的代码不够多 就是因为原来不是提交 给它合并到master了吗 我们接下来其实是需要 把master里边的最新的代码 也要合并到咱们第一位 好了 那么接下来在第一位下边 我就要进行开发了 比如说接下来 我在第一位分支下边 写上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还是新建文件 然后新建文件因为最清楚 然后新建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第一位1.py 第一位1.py get add get commit 然后比如说 dv branch commit commit 然后dv1.py commit commit 就这样 简洁一点 好了 那这是在第一位分支上面写的 我get checkout回master 再回到master分支 在master 各位注意看屏幕 不是看这个黑板 我切回到master分支 是不是继续再去写代码 对不对 如果我在这 比如说在 touch一个master master 1.py 然后get add get commit 这又是一条记录 对吧 好了 那这样我让它生成 生成之后 注意各位 现在咱们看屏幕 现在咱们的步骤 已经到了什么呢 第一位上面提交了一次 这个叫第一位1 master分支提交了 叫master1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通过rebase 去做的话 应该要怎么着呢 各位跟咱们以前不一样 你接下来要想做的话 第一步先怎么着呢 先切回到第一位分支 先切回到第一位分支 切回来 然后接下来要执行一个叫什么呢 叫getrebase的命令 getrebase的命令 getrebase rebase变基 这就相当于把它变成一个 基本的一个树干 然后呢接下来把它要放进来 那你可以rebase一个谁啊 rebase应该是咱们的一个master 对吧 然后呢接下来相当于 让在这执行一个 这个功能 它其实也类似于相当于合并 但是它在合并之余 还相当于把这个代码会给你 给你拿到下边来 让你进行一个 弄成一条线 所以接下来比如说rebase master来走 各位 接下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于已经把它这两个合并了 这只是第一步 各位sorry 第一步先 这是第二步了 第一步 我是先让你切换到第一微分支 然后执行一个rebase 把这个master分支上面的东西 给它相当于放到这里边来 然后再接下来 你还得进行一步 因为我们最终的代码是要放到master分支的 所以接下来你还得切换回master分支 再把第一微分支 再给它 给它merge回来 就ok了 所以接下来get checkout回master 然后再get merge checkout 在get merge 各位注意啊 在这执行的是rebase 再merge回来 第一微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又给它merge回来了 当merge回来之后 那么接下来各位 这次提交记录就变成是一条线了 而不再是咱们的有带有分叉的功能了 所以接下来你再来看看咱们这个记录 咱们这个记录看看那个画图的那个记录啊 get log 然后graph 来接下来 走 各位你来看 你来看啊 最开始咱们提交这个 最开始咱们用merge的时候 最开始那种方式 它是不是有分叉对不对 但后来你看这个方式 各位是不是就没有分叉了 把这两个功能是不是都给它合在了一起了 对不对 都就给它合在了一起了啊 所以在这 这其实就是咱们通过 这个git rebase 也可以完成这种 让咱们的代码显示的非常的简洁 好了各位 这就是在这儿 这个git rebase 可以帮助咱们做的第二个场景 各位 这个视频咱们先聊这么多 好 感谢观看